中国六代机的发展已经追上美国 大家好,我是紫苍英脉 我认为中国六代机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已经追上了美国的发展速度 这个结论是美国空军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所长最近说的 美国空军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是他们专门研究中国航空航天的一个研究所 这个所长他经过分析感到非常的焦虑 说中国六代机的发展太快了 各方面的技术太快了 已经跟美国持平了 因为二战以来 美国空军的发展 特别是在技术上的发展 一直是领先世界一代半到两代的这么一个水平的 从来没有说哪一个国家空军能跟美国平起平坐 他不但反映出美国人的一种焦虑 想把中国再甩一截子已经是不可能了 这是美国权威人士特别提到的这个 他为什么提这个呢 从我们五代机啊 前几期我做了这个我们的歼20啊 歼31啊歼35啊 已经是具有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远程400公里扇程的空空弹啊 等等的这个呢 五代机的发展 当然我们是后发优势啊 行驶世界第一了 五代机就是已经超过了F35和F22的 那么六代机呢 美国起步早啊 它的一些相对的技术啊 动力技术啊 还有这个智能蒙皮啊 还有这个机载武器啊 等等的这个智能化的技术啊 他们都研究的比较早 比较全面啊 但是中国呢 这几年呢 多方面的发力 那我们的航发集团啊 这发动机技术啊 自适应变循环 这个发动机技术 就是把几种窝盆啊 窝山啊 发动机的优点啊 都给它这个综合利用起来 不同的速度启动 不同的这个动力模式啊 这样的就是呢 一个是省油 再一个呢 同时增大了这个射程 增加了这个载运量啊 就是叫做自适应变循环 发动机技术 另外的呢 智能蒙皮技术啊 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蒙皮啊 还承担着这个探测啊 等等的 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 另外呢 这个无人化 六代机啊 可以确定 它是要无人化 这个无人化呢 再加上智能化 还有等等的其他的这个技术 这就会带来一场 这个将来的一种军事革命 因为这无人化呢 它这个将来编制体制啊 作战呢 以及等等的其他方面呢 都会相应的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 这个六代机啊 目前这个美国空军啊 它是明确的承认啊 中国六代机追上它了 追上美国了 就是现在中美的六代机啊 出于一种同等的发展水平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呢 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科技啊 它总体还是领先的啊 我们正在奋起直追 就是在战斗机这个领域 五代机超越了美国空军 六代机呢 正在追上美国空军 或者说是按照美国的空军的专家 说的呢 就是已经追平了 让美国人非常的焦虑 他们也在想办法 加大投资啊 加快发展速度啊 想办法呢 这个把中国甩后边 但是呢 这种可能性啊 已经不大了 预计呢 这个我们的六代机啊 2028年 美国空军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这个所长说的 2028年可能是非 2035年就可能装备部队了 这跟美国六代机的发展呢 基本上速度是一样的 咱们从我们的五代机 歼20啊 歼31歼35啊 就能感觉出来 中国的这个航空技术啊 这几年呢 突然这个力量就爆发出来了 中国人在航空领域的这种潜力啊 正在全面的爆发 好 谢谢大家